其实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个509大选 虽然在马六甲州没有领取任何的这份议席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这一个工作 不管在我们这一个哪一个选区的话 而且马化工业向来我们服务人民 我们的对象是不分种族 不分背景 不分宗教 所以基本上说我们服务的对象 从创党到今天 都是广大的这个肯定 然后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三个选区 其实在其他的选区 包括这一次我们竞选的 我们都是持续不停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这些选区的我们的选民 我诚恳地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我们马化的这个候选人机会 我觉得每一场选战我们都要全力以图 我们人民给予我们机会的话 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要怎样为整个这个地方上做出这个这个原因 所以整体的选情我们是每票必争 是一个假设性的这个问题 他们可能假设说这个疫情下呢 这个选民不会出来投票等等 但是我认为说 我们目前就是 这个选民已经借选了 然后如果这个选举呢 大家有做出这个反范 做事的话呢 我们还是知道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是一个我们说的 大家的一个推测 预测说这个投票率会低或高 但是我认为说不管投票率低或者高 最主要的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 像我说的里面我们的宣言 要让人民能够认同知道说我们要做的 要贡献服务 还是要做的那一方面的这个事物 要清楚的转告给人民 那他才会就是 因为你的宣言 因为你的理念 因为你往后要做的 他会通过那边来衡量 是不是要在这个选举里面 投票以及投向你的那个选票 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把更多的这个 这个精神的时间 向人民传达这一方面的这个 这个信息 kehijauan, kemampanan, dan kelasarian di kawasan reklasi ini adalah amat penting kerana dia dapat 互相说的 给互相比较更好的 在哪里面 即使它被交给出的 转换华转的 转换华转立 转换华转事 不算用不载化 然后可以 再次 grande 我们就要看一个视频